今天很高興跟大家見面 其實剛才海南立民 其實是我兩年一直講的 沒人在這場 好 那反正就是 為了這一場聯繫 你看我那個講述 就是那個 TVT 上面是寫四十 只是說四十 那你覺得這四十是什麼意思 四十年之歷 四十年之歷 沒有那麼多 你可以常常改四十是什麼意思 PPT 上面寫 那個答案上面就是說四十年 四十四年 其實就是說我這個PPT 改了四十次 你一定不改相信對不對 覺得說我有需要這麼認真 那確實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我很刺激 大家都知道我其實 對於那個國中寶寶寶寶寶 這個假國語 那為什麼我對高中還要指 其實對 以前的學你老師教戰 幾乎是高中幾乎是比較出名的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高中的文本 其實非常的不會難 就是你會覺得 因為我們大家都讀得很熟的 你會覺得好像清湯乳水感 但是呢 你真的深入 因為去更多的去理解它 或者是去品嘗它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它裡面 這個清水就像雞湯 就是那種所謂的 他們說五星級的雞湯 就是讓你看看 就是一年不適 可是你又 你喝起來也是有吃味的 可是你不知道 你怎麼樣去 去拆解它 這是我 其實應該說 至少有五六年來 我覺得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就是我不知道 怎樣去拆解這些雞湯 像清水般的雞湯 而且用一個比較具體的 而且是有結構的 或者是有步驟的 一種 一種步驟 去把這些雞湯 把它的步驟把它拆解出來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是稍微拿很大困難 我覺得我沒辦法去做 所以就這幾年 其實不是說 我沒有在成為高等文化 而是我一直在修正 一直在找那種方法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說 我應該已經算少的 可是你看看 就這一個月 我改了四十次 就是 就是 我總是想要找一個最好的方式 就對了 那是不是我覺得今天 老師看到這個拼拼拼 應該是我覺得自己 還算滿意的 但是你們的講義呢 那就很抱歉 因為那可能是 十天前就寄給 那個 那個 這個東西呢 可是 我這十天前 我還努力 真是只要想要 再做出一個比較好的東西 所以呢 到時候你們可能就會覺得 這個 就是講義會有 一定的不同 不會也沒辦法 新環系不略有的 所以你們就 這個最後的感染 就可以了 那 那我自己覺得 以前 我們剛開始 在談月主策略的時候 那當然 可能我覺得比較是 不是國文系的人在談 都是 都是 搞不得知的 他們在談 那 月不策略 當然他們會 接觸一些月不策略 可是幾年推下來以後 大家就會有一個疑惑 他們會覺得說 哎呀 就照這個月不策略來操作 會把 文本操作死掉 為什麼 哎 文本是活的 那就只有那幾個規律 那 會不會 我就說 不會沒辦法 就說那幾個規律 其實 我們說很難去 去面對那個 多樣變化的論文 那我也同意一下 尤其是到了我們高中 那都是經典 對不對 那經典就是他們在文字上面 他們是非常有經典的 那用策略來談 那麼複雜的文本 他們覺得 就是把文本把它 稀釋掉 要不要變得太簡化 其實我也知道這個問題 那我自己也覺得 哎呀我這樣就照這個策略來操作 其實是不能夠去 特別是高中 其實是不能夠決定高中 這種文本的問題 所以我自己其實 這幾年其實 中畢賽的研究就不策略 但是我慢慢的 我希望能夠從策略裡面 去找到一個比較 不那麼策略 那麼規律法的東西 那 但是呢 我們來談策略 我們也不能夠添麻心 為什麼 因為老師的對象 其實是學生 學生他其實是要 他是要去參加考試的 你不管是說 以前的院長農曆 或者是院長素養 現在的院長素養 不管怎樣 叫了半天 談了半天 他就是要去參加那個考試 那考試 當然老師也會說 對 從107到108 其實已經有一點 在改變了 對不對 可是老師也會想過 那107的選冊 跟108的選冊 有什麼差別 107的選冊 跟108的選冊 你們如果去看兩份題目 你們會覺得有什麼差別 你們會老師可以分享一下 107跟108的選冊 就好 老師覺得嗎 107的選冊 只要他充滿實驗性 所以他裡面的選冊 其實都是推特的選冊 文本也會這樣 對 對 對不對 然後呢 一個文本它可以說很多題 這樣 直到108 其實你選的 最後那個選上了 然後 其實他的能力 相對的就有更加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這樣你會看 107的選冊 他還有一點過去的支持 所以他這個什麼 語文表達 其實題目還有11題 題目 題目還多 語文表達 就是那些什麼 字詞啊 字詞 字詞 如音 恰當 以詞 從詞 這這些題目還有11題 直到108的時候 欸 只剩下四題了 這留下來 這四題的經典 就是什麼 第一題 自行嘛 對 學測 所以學測一定有奴隱 第二題就是奴隱 第三題是什麼 恰當以詞 就只在一題了 以前唱以詞會 好很多題 只在一題 然後第四題 從詞 就是這四題 其他都沒有了 就是以前那11題 第一個把它解決 變成只有四題 就少了七題了 然後剩下的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很明顯的嘛 這些題目少了 那什麼東西就增加了 一閱讀題組就增加了 所以剩下的都變成是 閱讀題組 那因為他少了七題 至少有多了個雅 兩題的閱讀題組 好 好 那我們就說 這樣子 這兩年 其實即使他自己學著 他自己都在嘗試在怎麼樣 在調整 就是 所以我第一年 我在到107的題目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像這種題目 還能夠持續嗎 為什麼 這題目其實都很難 很難出 答題不會很難 但是題目很難出 所以到1084上 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是偏 又 當然在詢詞上 你會看到 我說 比如說 女文表達成這樣四題 其他都是閱讀題組 對不對 那當然還有這個多選 其實基本上 是差不多的 對不對 那他這樣子 但是這題組很多 那題組在考什麼呢 你就會發覺 他的題組跟一切 過去的那種 比較穩定跌過去的 所以我覺得 經過他107跟108的 這樣子的測試調整 他自己 就是說學生自己 也在調整 也在抓他自己的方向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108其實更符合 未來的形式 為什麼 因為 就這題目來講說 真的比較好出 那這個就是很現實的問題 好 那所以呢 我會覺得說 既然108已經把它調整整 他說就是這個樣子 那就是院子庭 就是院子序很多 那我們只要從這個 院子序裡面去分析 他使用的 他覺得要做理解 他大概需要使用哪些的院子策略 我們就是從 其實我不再去搞那個 我以前都用那個 那是用不論你的理論 那我們也知道 院子序的院子理論也很多 但是呢 我今天真的就覺得 我們很實際的來說 考試對學生來講 就是非常重要的 那他呈現出來的閱讀策略 到底有哪些 這是我們很關心的 所以我們就從分析考題出發 然後當然是結 因為你單入閱讀考題 你一定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你必須要用一些考題 然後再跟閱讀理論 就是這些所有人在閱讀 閱讀理論 稍微把它結合在一起 然後呢 我今天就找出來 它的一個簡單的規律 那麼這些規律呢 就是我們就說 读一篇文章 你可以很簡單的 就用大概就是有六種的閱讀策略 但是我們知道 閱讀策略 其實畢竟還是空的 為什麼 因為你必須要有操作技巧 而且操作技巧 是可以但會有韓性的 因為我說閱讀策略就六個 那你就會覺得 那就是六個 那我就用這六個規律去讀書 我的文章 你又覺得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 用策略來讀文章 就是會讓文章好像被簡化 沒辦法去談那很深的方式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其實在閱讀策略 這六個閱讀策略 它背後其實還有所謂的 一些閱讀策略 所以我會覺得老師 要掌握的不只是閱讀策略 還需要有這種 如何搭配這個閱讀策略的技巧 把這檔點填得起來 那你才可能 對文本有一個更好使用的工具 這些都是工具 那用這個工具才去處理文本 那這是我最近 就是得到的體會 是為什麼要凶 這四次的原因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些 那我很希望 因為之說是一個 永遠不會被拿去的 所以沒辦法回來 對不對 而且大家也都很熟悉 那我就想 要教一個策略或技巧 這種東西 如果再拿一個文本很難 那就不太適合了 那就 剛才讀那個文本 都已經費很大力 你就會忘記 這些後面的策略了 所以我們就應該要找一個 是最簡單的文本 然後才來攤 這個文本可以使用什麼樣的 有特略跟技巧 那老師要學的 其實就是一個 後面的那個工具 為什麼 因為這個工具是用來 將來要去處理所有問題的一個基本 所以我們這邊就會挑一個 比較簡單的 那雖然說 然後是說大家都會覺得 唉 那個太簡單 我都可以飛出來 對不對 你這樣大愛情就這樣了 可是 是說 我自己處理的時候 也是會 就是在高中的那些文本裡面 也是會有最大的 他會有最大的時間 這幾年前 我已經帶過學科中間的老師 來稍微探討一下 可是其實 就是那個時候在 跟現在的文本 也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是覺得 甚至我其實也 雖然它是大學的很熟 但是它其實沒有一些東西 大家可以去思考 好 那我們今天 我們就是說 理師說 來跟大家要談一下 閱讀策略 跟所謂的那個 閱讀技巧 那當然也可以說 是一個 就是它 就是一個操作的技巧 我們這邊 會很 從老師的角度來 來談這個 策略 跟技巧 是什麼 因為你拿到文本 你事實上 不可能 尤其是文文 你不可能 就讓先生自己去看 你基本上 你還是會有處理 詞句 斷落 天章的問題 就是這樣子 你基本上 就任何一天文章 就我們習慣的一個操作步驟 詞句 斷落 天章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就是108課剛 要一步 風風火火火在吹 對不對 Erica 有人就一看 他有所謂的 學習表現跟 學習內容 對不對 好 那學習表現沒有話說 學習表現就是進出讀寫 那學習內容呢 事實上也跟我們一樣 他也是 字詞句子 我們是把它合一分四句 然後段落跟現實 但是你會覺得它最氣效的就是什麼 字詞跟句子 段落我覺得閱讀最重要是段落 段落它說的東西 幾乎你可以看 它跟講得非常簡略 但是我們正好跟它相反 我們覺得在段落裡面 你必須要去處理句子的問題吧 在段落裡面你可以處理句子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能比較不會去把句子的問題 拿出來特別處理 但是我們會聚焦的段落 為什麼 因為其實就閱讀習慣來講 你也是會以段落作為理解的基礎 更何況是什麼 所有的考題 基本上就是段落 進子已經很少了 所以我們其實 在產略讀策略的時候 會聚焦在段落 可是我們也說 小孩畢竟如果都只有段落 如果就缺懷怎麼樣 往上提的那種同感性 所以我們也不會排斥 就是說也應該要把那個篇章也要放進來 可是就現實的重點來講 當然段落是基礎 那篇章是在這個段落的基礎上 然後去做深度的思考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你要操作策略或是技巧 也許學生慢慢的就會想起 所以將來這個策略跟技巧的段落 有段落的編程 是可以將學生慢慢的讓他自學 這也是我們一八個 剛剛很強調的重點 希望最後你是給他一個什麼 耐落化的學習 然後讓他能夠遷移自己自學 所以我覺得段落的可以打換 我們確實是 就是我們的目標 就是希望能夠達到所有的進學 但是呢 編章也真是快 我就覺得學生其實 這種大同等的能力 其實還是不是很夠 所以我們老師 是需要有更多的鋪墊跟引導 那慢慢的讓他去體會 所以他到高三 如果能夠會偏到同等 那我會覺得 那我們的這三點就算白費了 好 那我們這邊 我們就講說詞句 其實很簡單的 基本上就是全是它 對不對 你沒有第二個方法 可是段落 你卻可以做很多很多的 策略的操作 你看 我們可以摘要 可以做推分跟解釋 然後呢 可以做比較 可以做虛變 然後我們還可以做絕紋的彈者 所以你倒是可以看得到 多完若 我們所使用的閱讀策結 其實應該是最多的 好 然後再來就是篇章 因為篇章 我們覺得那是大的 你不可能有那麼多瑣碎的題目 所以呢 我們大概會聚焦在組織 評鑑 這個評論能解釋什麼 還有一些 是屬於全文的一種 就是要做同整這樣 那這個是很簡單 我說只要先 先有一個這樣的概念 就是 我出去我去當時要做文件 然後再來呢 我這座段落 這幾個是我可以做的 這個老師要把它解釋一下 你可以做的 就是栽養 揮樂園的意思 區別 然後 比較 是不是 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最多文字 圖文 銅證 好 然後今天大家就是 組織 皮鑑跟銅證 這個我們覺得 偏章這一塊 當然 就是你要看你學真的 請問說 我舉的類子 告訴說你可以用 你手上可以有 可以使用 但是其實 就我手上 我就有1000塊 但是並不說 叫你去買油花 完全不是 應該是說 我今天我就買了這個東西 那我不是500塊 那我就 付500塊 那我現在再去買另外一個東西 上面300塊 我就用這1000塊 去做靈活的利用 所以老師覺得不要說 我 要把所有的策略都湧上去 那因為 把所有策略都湧上 學生就會變成這樣 哎呀怎麼做 怎麼 我幾乎一想來 而且他會覺得很煩 第二個就是 你以為你知道 我們以前 我們在上面就退一個行李箱 那個時候完全 為什麼要退行李箱 因為是為了要 那時候東亞文 他要退那個 這個什麼素養的拼練 那我就說 那我們應該要也退一管 所以那時候完全是 對那個素養做出來 可是幾年下來以後 其實國中共產還不錯 但是慢慢的呢 問題就出來了 什麼問題 因為老師就會覺得 一課只要只有那幾滴要 那哪夠啊 老師就不放心 所以他就負面的講 所以可能一課他就寫20滴 然後呢就這樣幫你寫 你自己想一想 如果今天是 每一課都寫20滴 你會怎樣 你一定不耐煩啊 知識更能忘記學生 所以就變成搞了 把大家的胃口都給弄懷 因為覺得國文之福 不聊到了 其實天天都寫這個 所以我就會覺得 題問當然是很好的 但是你一定要找重點 這關鍵的問題 才需要讓你去思考 那他思考也不一定要用寫啊 對不對 他可以用說的啊 他可以用畫的啊 他不一定要通通不斷 一直去敘述 所以我是覺得 這種靈活的應用 就不是說 老師就是這樣 一步一切就非得要這樣做 其實不是 這完全是老師就可以 完全要成靈活的應用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 這些策略跟技巧 其實老師在健腦上面 你千萬不要 只要 只讓他做文字的表現 你應該要給他很靈活的空間 他用各式各樣的方式 去表達他的理解就夠了 我覺得這次老師 在使用策略或技巧的時候 當大家都說還是策略技巧 就是操作到最後就是死 把它操作死了 老師要策略注意的 好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所謂的操作 這個操作 其實我覺得 就會比較瑣碎 比較瑣碎 但是就是 它就是很 反正它就很工具性對不對 對 那老師就說 我在詮釋的時候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去幫助學生 在詮釋上面去做 就是他在操作這個 詮釋策略的時候 他能夠有一些 依據 或者說詮釋策略我也比較很空 所以老師就可以 最重要的一個人 尤其是中後段的學生 操作當然就是斷句 這個斷句幾乎是 不管是白白 不管是人 讓學生先可以寫斷句 這幾乎是一個臨寫的基礎 應該是斷句 可是斷句不會卡 對不對 因為所有的 整題目 它都已經 它都提供給你文本 可是有的時候你會發現 不管是你的文本 或者是討題 它的句號掉下去 是不是一定對 那可能未必喔 所以斷句涉及到你的 對這間這個斷句 或這間文章的一個理解 我覺得那個斷句幾乎是 需要把很多東西過去的 好 然後再來 第二個 這是我們是依照唐藝來的時候 第二個就是說 當你是一個故事性的 或者是就是比較敘述性的 我們所謂繼續的 你可能比較需要讓學生知道 很多人這些人到之間的關係 那文英文特別喜歡省略 對不對 所以他還要繼續性的 故事性的 你需要讓他去把那個 省略的主意把它還原出來 可是我曾經提過這樣的問題 我提過這樣說 阿拉斯陪林做這樣的 就是把他的主意發覺 省略把它還原出來 結果呢 後來我就發覺 有人就寫他諾文 就說他用了我的這個策略 結果你看到你 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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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半個一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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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那就是要觀點 要領遊 所以他很重視的是因果關係 所以你不能夠說 我要填神略 就所有的文都拿過來 就沖沫要填什麼 填族語 那就是把策略這個東西 把它操作詞 所以這邊老師要特有注意的 不同的文類 你可能在填神略的時候不一樣 那這些都是你在操作以後才能發現的 然後當然接下來就是因為你已經亂句了 你已經把這些重要的審柄都喊出來了 對不對 你在泛戰就不要去摘要他的鬱族的動作 那當然有這個男子的 你要去猜一猜那個男子的汗語 可是這個時候我就很希望老師要特別注意的 但是句子的重點跟翻譯其實是很相互 你翻譯就是怎樣 那我就照著這個 盡可能的照這個字 句就是這樣嗎 文言神的白話 這是翻譯 對不對 可是我們真正要的 你真正能夠去真正學生裡寫的並不是翻譯 然後翻譯也是啦 可是跟周老師 我通過這個翻譯之後 我要他以後去掌握這個句子的重點 而不是逐字逐句的在那邊翻 因為翻了半天你就好像就有一點 我都把它背下來 我就背了 但是我並非知道 他到底在說什麼 因為這個段落 我可以把這個整個段落完全翻譯出來 但是這個段落真正的核心重點到底是什麼 他到底想要提什麼問題 你剛剛用翻譯是不夠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怎樣去掌握句子的重點 那當然我們等一下就會提供給老師一個實際的翻譯 因為現在的書好像有點誇張 這個就是句子的重點 那再來就是 這篇文章裡面 邏輯士這些名家 他們都會 就像我們講的說話 老師就像你寫作 教老師同樣用同一個詞 你要翻譯就是要翻譯說 那我們這些名家當然也喜歡翻譯說 翻譯法說嘛 所以在一篇文章裡面 很多就是所謂的翻譯 是不是 同意詞 這就是我說 我為了要獻祭嘛 所以我還要不要每天都看同樣的 我都一下子自然都是我 可是我一下穿紅的 一下穿綠的 這個你就要到誰就知道 有哪些人自然是詞不同 其實他的意思也是一樣 這完全是他只叫獻祭而已 你懂嗎 第二種 我覺得第二種是更 更是我們長的 我們在詩頭裡面 你就會找不到 那就是什麼 這古文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體會非常認可的 我們深刻了 就是說 你這個時代的思考 你的腦袋的思考力到哪裏 你文字的表達就到哪裏 這又要什麼意思 兩千年前的思考 跟兩千年後我們在思考 一樣嗎 絕對不會 但至少我們都拍過剛剛就不知道 3G 5G 他們搞不清楚 什麼網路他們都不知道 但是對我們這個時代來講 這是我們常常正常生活 在接觸 在使用 同時也在思考的東西對不對 真的 所以 你就很難去期待兩千年前 因為他們的思考 沒有到達這個 這個東西對他在講 沒有問題 沒有刺激 所以你不可能在 期待兩千年的 所有的文字裡面 會成為這些網 就是這樣子 所以 你就會知道 時代在學 人永遠都是怎樣 你們老師都很喜歡說 哎呀 現在學的人越早 對 其實 就人類的演技來講 怎樣 人類永遠是在往前進 人類的智慧 人類的思維 永遠是在往前進 不可能命 不可能大推 所以 時代在先 他的思考力就會受到限制 他的語言表現的那個界線 就會比較窄 然後 越往後 因為思考 腦力越來越精細了 所以他的語言表現力 就越來越多樣化 越複雜化 這是沒有辦法 避免的一種缺失 所以 吳文言文 我以前在寫漏文的時候 我就發覺 這文言文喔 那時候因為我們那個時代很符 可能還需要文文 因為我們是用吳文言來寫 所以 那 我這次覺得寫文言文 我就發覺 那個時候我就已經發文了 因為沒有辦法幫我把問題說提 不清楚 那同樣的 在詩書裡面 有一個關鍵詞 就叫做 道 道 裡面還有太多負擔的成本 可是我們的作者都用道來說 所以他沒有辦法 用文言文去把真正道的意涵說清楚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用文言文行 我有很多東西 我的師父 就只能模糊化 所以大家應該知道 文言文當然它很大 但它有它的性質 它的性質比較熱 以原則極限 思考的極限 永遠反映在於人類 或人類的極限 所以當你讀文言文的時候 同樣的討論書 你可能就要去思考它 它可能就不懂你 而不要說 是大就是大 所以我們就說 在讀閱讀的時候 所謂的一尺多一 就是道 平常可能有不同的含義 就是因為 我們現在說法 英文比較經典的 但是讀土在的時候 多一這個東西 我們可能要有效地去爭取 一尺多一 就是剛剛唐四 一旦少不了的做錯 但是我也會覺得說 當然你會說 這個唐四 就會有一題 多寫的人 一尺多一 可是我們會說 我們就覺得 那根本 不是在我們所談到的 這種文本的這種 一尺多一的問題 因為它確實 這個 也 考聽其實也很難談 也很難去考 因為大家會去跳腳 因為我覺得 這麼難聽 對不對 所以它都只能 考量很自私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 我們如果真的要談文本 一尺多一 你是必須要去思考 你不要受到這個文字表下的限制 這是你 那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多詞語語 那多詞語語呢 大部分 應該說 一尺多一 多發生在文言文 多詞語語多數發生在百花文 那老師就是 我們可以講到這個簡單的原則 那再來就是 那再來就是 竹文復轉 竹文復轉 其實大部分都是在談 我的經驗 那我的經驗裡面 就是我涉及到空間 譬如說 你們常常讀的那些經典裡面 就有很多 譬如說 北投羅賢劇 它就會涉及到空間 對不對 好 那 那像那個 還有什麼 我們看看 這是什麼 像解決 像解決 對 對 它當然是空間 可是這種空間 其實有進化不大 對不對 就是 對 但是它是當然安心也可以交錯 但是我們這邊 除了會比較想特急到的是 當然你就像一個電視 你還是可以去把它的空間搞出來 那還有一種的是 它是涉及到空間的流通的轉移的 那我是覺得那個 北投羅賢劇是比較經典的 就是你可以去透過那種 測文復帳去把 把它的理解畫出來 這樣子 這是 對於是一種 然後再來 這是 一如七跟一如八 我會發覺 它趨勢越來越 就事情越來越多 那就是說 它會考一個 閱讀古文本的概念 然後它就會說 欸 在你們讀的那些 經典古文的文本裡面 哪些句子跟它 能夠反映這個概念 或者是說 欸 我今天要做一個什麼樣 就是跟這個作者有關 就 他爬在一個空間 我就跟通寺有關 就是公寺丹城 那學校就會搞一個活動 那你覺得哪一些 跟這個 通寺丹城有關 這種就是 我們所謂的 嚴格大家現在 所認定在品牙上 任何素養的地方 就是這種情況 那你會發現這種題目 本來兩題 三題 現在已經法庫折到八題 所以 就變成有八個題組 是都會考這種 舉例的題目 那我覺得這種 舉例的題目 其實你很難 評供想像 對不對 你大部分都是 必須要有題目 會有一些音訊 然後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老師其實在上次 比較難做你 但是你可以去跟同學講 欸 你們說 你可以聯想到什麼 這樣子 那還有一種呢 就是 就是句話 因為我們可能覺得 句子 為什麼會覺得難懂 常常就是那個句子的句話 講到很難 所以我會覺得老師 這不是說 整編文章都要講句話 不是 你其實整編文章裡面 可能就一兩句 欸 你叫我拿 那你可能稍微要去注意一下 雖然我們就是說 其實就是實際的理解 這是理解的基礎 那你如果 如果你放在一個 段落裡 因為你很難說 就直接理解 就是理解的基礎 很難 只放在段落裡 那它其實 就是我們從最低階段 一直排到 應該是說 使用最多 一直排到 使用比較少的 好 那你大概就是可以看得到 這個段落裡 就可以到 第一個一定是段句 第二個一定是把神略給出來 對不對 第三個 它到底在講什麼重點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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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上自己造的 威英文 跟白話文 可能會遭遇到的 一池多益 或是有些隱蔽 那後面這幾個都是比較少的 所以我覺得 大概前面 能夠掌握到前面那幾個 對我已經很不錯了 那這是 全是人物的 是可以使用的 一些策略 好了 再來 這很多 可是保藥檯膜比較少 好 那我們就說在段落裡面 段落幾乎就是我們操作 像課程操作的一個重點 就是段落 第一個 摘藥 可是在對於學徹來講 他認為摘藥好像學徹應該 比較容易的 不喜歡做 尤其是選擇題 為什麼 因為選擇題就是個答案 你等於 把他做高的給別人 那主題就是在那裡 對不對 但是他又要幫你說 那 那你覺得他寫得出來嗎 不可能 所以 摘藥重點 其實在會好很多 可是到學徹前 你會發覺 這要這麼簡單 那問題 你覺得我們覺得 這要這麼有型嗎 沒有你想像的 對 你給他寫個答案 挑選 可是你只要空白的寫 他寫不出來 可是將來呢 我們就說 選擇題裡面 這個家都可以選 這個就是很 很可以經營的步驟 所以呢 所以我會說 災藥有幾個你可以做一個 第一個 當時讓他另轉過雕童 第二個 就是這座藥 你可以用一個巨型引導他 讓他做災藥 因為其實在要叫他寫 因為每一個人都寫著頭 當時老師會講 天然的頭都活著 對不對 所以呢我會覺得 欸 極不限制 給他一個巨型引導 讓他去災藥 這是未來可行的方法 然後再來就是 挑裂的 比如說 欸 我就是 我把這個 應該怎麼說 應該說這一段裡面 比如說 他這邊 所以我就說 是說 他 第二段 他就說什麼 啊 人間有過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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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呢 也就是 道有先後 好 神道有先後 所以呢 獨會無盡的方法 這是第二段 一個在哪個 那 你獨完了 你可以這樣說 因為怎樣 所以怎樣 但是其實呢 你還可以說 欸 這個 什麼 不是選擇 必有失 失的所有 所以傳道社會的解惑 你可以給他概括一下 就是說 那麼 那麼 那個 他的那個 老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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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的功能 這個 老師的功能就是一種 就是一種 就是一種概念 就是一種概念 比如說 人為甚何之之的 什麼 或 或是不解 那就來講 一個 確信目標 就是 把這個 斷弱的該要 再把它做一種的方 上位 概念能 提取 但是類似是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學生呢 你叫他寫 句型 叫他寫災藥是困難的 你叫他寫 寫這種 尚未概念的概括 它是困難的 就是不同的 所以你就會知道 寫 句型 他覺得呢 但是他叫他寫 他是OK的 可是如果叫他寫 這種重點的概括 他連寫都可能有 所以這個就是 正在要寫人家 去特別注意 再來就是 推 我們把推認跟解釋 好放在一起 就是因為 當你在異論文的時候 你基本上會有一個 論證的過程 對不對 那你有必要 讓學生去提出這個論文 所以我們就說 這個解釋就是解釋一個 論證的過程 然後呢 推論 其實推論要可退的不多 只要你能想得出來 你就可以讓他推 對不對 所以推論文是比較難的 用一個 一個名字去把它改成它 但是呢 在異論文裡面 你是可以有一些解釋 好 然後再來呢 比較 這個我想要是 做比較 通常就是要抓幾個重點 來做一個定義的比較 對不對 然後再來呢 區別 區別 這種 這種其實就是在 在看這個灌入的細節 可是你怎麼知道 那個細節 是比較重要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它的前導是 你必須要知道 這個段落主題是什麼 它在講什麼重點 那就是說它有三個重點 分別的細節是什麼 那這個細節才是重要的 這個段落裡面細節很多啊 你究竟會怎麼樣去知道 哪些細節是重要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你在區別裡面其實就是 要先去把主題重點 分鑽出來 好 然後才去考慮它的細節 那當然區別裡面 由於很簡單 那就是說 包括我這個段落主題 我大概有幾個重點 我就先用條列方式來 就是 作品記得讓它 先把它做出來 然後這個重點 以後 我再去考慮它 細節的細節這樣 好 那圖文童子這個假講 比如說 這路線圖法 警方圖完這些 那我們覺得 對於高中來講 驅略 推論 解釋這兩次最重要 好了 這是最後的電章 電章大概 我覺得 我們大概 比較容易侵略的 就不行 就是 這邊文童的組織 那這邊的組織 當然老師會說 有啊 我都像他們畫新字體 對不對 或者是 組織組織這些 可是 我覺得這樣 合心字圖 因為它是很發散的 所以其實 每一個人所做出來的 都不一樣 但做不出來 都不一樣的結果 有時候它 會把 會跟我們剛才真正的 核心的結構 忽略掉 我們覺得其實 不同的文類 它都有它核心的結構 我覺得 你並不能夠用 心製出這麼發展的東西 就覺得說 啊這樣的運作 做出來 明明都可以各說各報 其實我覺得 老師還是要去告訴學生 不同的文類 它有很精神的結構 例如說 逸樂文吧 逸樂文它最核心的東西 你提示是什麼 一人文是甚麼 逸樂文 你提出論點 對 論點 證據結論 來 但是我現在要追問 說更上次的東西 幫我怎麼提出這個論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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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 就可能是論點 你可能會去想 那其實是針對一個問題 要提出一個解決的方法 那我提出來 那就是問題的陳述 那我要這樣解決 那這個解決 其實就是它的論 對不對 然後才會有一些證據啊 例的這些 所以 在它的論點結論的上位 你恐怕要更關心 作者是到底針對什麼樣的問題 那要解決嘛 對不對 然後它要如何解決 所以相類似像這種東西 我會覺得 這是我們所謂缺氛結構 你必須要特別解決 然後再來呢 就是 評論跟見證 我們見證這樣 導致知道 我們所謂的見證 當然是比較會見證在寫作 我們所謂的見證 要評論 評論 內容是 適當的問題 這個 然後最後呢 就是 其實 我們說我們在段落裡面 其實也有做什麼比較啦 也有做區別 其實也都在做同誌 對不對 但是有的時候它必須要跨動 就是跨動 那你還需要有些跨動 的那種同誌 那這些呢 都是我覺得在編當老師可以做的 但是我們也是一樣 我雖然說 在肯定的其實 你可能只要做一個就好 你不一定把三個都做 都要做 就是我覺得老師可能在腦袋裡面 會要有一個克制定處的概念 就是說 誒 我的文本裡面 課文 這十四課 和十二課對不對 這十四課你先要先想一想 這十四課我可不可以先行分裂 我不要照著書當 叫我第一課 我就照著它第一二三課 爪圓定博文 你一定要先把這十二課 有一個克制定處的概念 先把它分裂 好 那我解釋說 誒 這邊有三篇 四篇都是議論文 對不對 那這就是 我在第一課 就有四篇議論文 好 那我這議論文 它們都是同一類的 對不對 所以我在教這四篇的時候 我就可以跟隨 我們上課說的段落 或是全文 那你就可以 規劃說 我第一課比較簡單 那我可能都做段落的 第二課讓他顧個練習 對不對 他學習遷移 然後到第三篇呢 遷移的已經差不多了 也OK了對不對 好 那我才加一體的動作 一個面向的動作 一個面向的動作 然後到第四篇呢 喔 這段落也差不多了 然後我再加第二個面向的動作 那就是這個偏大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這樣學生 不要再單課 學習不站開 這個是老師 在實際操作的時候 可以這樣做 所以我會覺得 這種理論啊 結果你就拿進去 其實你就回去 就可以自行練習 對不對 可是呢 在課堂超級 唉那個 每一角就很多 對 這個就我們很 把它 一一羅列的 然後 就是完全就要靠 老師的經驗跟職能 啊不然的話 我會覺得這樣一步 那他就一個公播版 全國就照策略啊 老師什麼技巧要用來推 那還要是幹嘛 所以 老師不是只是去推策略 對不對 老師是要去解決策略技巧 會發生的問題 以及如何去靈活的理由 這個才是老師的動作 那可以嗎 所以我們 我們 就前一個小時 我們大陸子就會有幫助 我們 在 對會 對 基督也可能是 不是 理論事項學策 對學策可能是有幫助 對你的教學 也可能是實用的 成績 對 斷的 偏障 他 可能可以使用的 樂主色列 跟他相應的 超級強 我在這一堂課裡 就跟老師說 簡單的 偏障 那這一堂課 是超級無聊的對不對 因為實在是 學人說 我們快要昏掉 昏 到快要昏倒 對不對 雖然我就覺得 唉唷 我不應該再折我你們 你們就大家可以休息 去啊 那我們把這個東西 也稍微的 緩留一下 第二個 我們就 會進入 真正的 超級 謝謝 好 謝謝 反正 塞牙科就 我們獎勵大了 就 不應該是 都是我獎 因為現在 都是流行要 讓大家超過 可是我都好為人氣 唉 真是要檢討 可是我又前面的那個東西 也沒有講過 如果我講得到 就不夠 還是這樣講一下一下 而且他很棒 就是說要 把貌保護上來 那我也覺得 很貴的就是 把概念講得還很清楚 所以我們政府陪陸文 可以放到 那接下來我們其實要 談的是議論文 那也是未來 我想可能先從議論文開始做 為什麼 因為寫議論文 他說真的 就考題來講 大家認明 這是最好處理 所以當然他的分量是最多 所以議論文 那我覺得我們台灣 還確實需要一些 議論文的序列 好 我們議論文其實我們只聚焦在兩邊 一個就是段落文 一個是篇章 那我再看一下 好吧 我們先談一個比較 我覺得自己覺得比較重要的問題 好 剛才講過 我們比較講不斷 跟偏大 但是在進入大約做創作之前 其實我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是說這篇文章 爛歌爛熟 對不對 可是我其實我在 在這篇文章裡面 我自己在學的時候 我其實是把他的段 我自己做了一個調整 做了一個調整 我覺得第一段應該就是 《古之學者必有詩》 《詩則誰傳到須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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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 老師傳到須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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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 傳道 燒業 鐵禍 所以就只有三個概念 傳道 燒業 鐵禍 所以我們接下來談 第二段跟第三段 到底在談哪一個概念 第二段跟第三段 其實在談戒禍的問題 第四段 第五段 第四段 第五段 我們就可以拿合避起來 第四段跟第五段 再談戒禍的問題 只有那三個概念 我們不可以講別的 就是那三個概念 授業 授業的問題對不對 只有授業的問題對不對 你看 所以他 論述的策略 傳道 授業 解惑對不對 先講解惑 再講授業 對不對 好 再來 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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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段 傳道 傳道 誰傳道 誰傳道 講這個人是 老師 老師 所以 老師 常鴻那些 都是孔子的老師 所以他都在傳道 還是解惑嗎 還是解惑 還是解惑 好 這樣子 因為孔子確實 可能向他們學 舞蹈 如果是孔子 如果是孔子 可能是孔子 可能是孔子 很好 就是孔子 解惑 好 那最後一個 傳道 這個就是孔子 對 這個就是孔子 這才是孔子 要三個 那傳道在傳什麼道 傳道在傳什麼 行古道 家綺行古道 若是說 古道 傳道在傳古道 從事未學 那道的內涵到底是什麼 道的內涵是解剖 或是學習 願意學習 對啦 從事未學 從事未學是道 就是現在大家有故事 第一期段在傳道 但是我們現在就說 對傳道 那傳大家都知道傳手很好 道是什麼 這是什麼 一期段有告訴我們道是什麼嗎 沒有 那也不對啊 那麼東西來都不出現啊 他在新聞中白寫 六一經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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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頭子之師 送之所 寫其句句種 其實就是六一經傳 對不對 嗯 是怎麼樣 小學 和大語 不是我所說的傳道提國 是不是 所以顯然不是六一經傳 那是怎麼樣 那不是另外一經傳 那是怎麼樣 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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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怪吧 好 謝謝我們 請到你的一名 古文 古文士道 好 那我想請教 師說你講 為什麼你認為古文士道 來 來 因為這很重 因為他現在是 李氏子涵他耗鼓文 然後優異經鑽已經結合了 我是從文藝上興趣 如果他優異經鑽經鑽什麼 他現在其實他來問韓裕問題 我覺得他問的就是語文的問題 就是因為韓裕是在揮詞語文 所以我認為韓裕讚賞他的 是耗鼓文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其實跟跟他講的是 好我傳詞語文後繼的這樣 對 然後你是這樣再聽眾說吧 對 這好像很顛覆 是說 做詩說 詩說 我們再仔細的看 做 李氏 17歲 浩博文 那浩博文的前提是什麼 其實他六億經鑽都已經三十歲了 所以先學六億經鑽 接著 才號鼓文喔 這個語文喔 不具實 請學瑜 那跟我學死 是 是 這其實就是很大聲挑戰 對不對 到底在幹嘛 是 照理來說 就是最終的唯一來講 應該是說 這浩博文嘛 他應該是怎樣 禮潭年時期 六億經鑽 皆通始至 好 那就我就很清楚 對 然後呢 浩博文 我除了這個以外 我還想說學 我自己很喜歡博文 所以呢 怎樣 不具實 請學瑜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就有人清楚了 然後 原來他在跟我學的是什麼 學古文 喔 然後呢 瑜伽情 能行 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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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古道 前面就是古道是什麼 那他就是 古字學者必猶師嘛 對不對 然後他又說呢 我們其實講說他其實想要在解剖 但是他其實不斷的在講道 但是他道並不給你定義 只是 他根本不給你講道是什麼 他只是說 生意無前 結婚道必先顧 那你順從這個解剖來 想 對啊 我們知道我要向老師學習 那老師不管年紀大或小 他總是對 因為我不知道的那個東西 他會 他一定先知道嘛 所以他才能教我嘛 所以你也覺得這個道 你也就這樣很順 你就這樣不教我 對啊 我要寫解禍 所以我要向老師學習 這樣是對啦 可是到這邊你就花錢 跟老師寫解禍的那個大 跟古文的那個大 好像我寫解禍 其實這就是 韓國的大 就是韓國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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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知道我寫文 你知道你怎麼會寫論文 都會怎樣 跟我幾個相同的人 就會 台列證據說出來 台列十個問題 我不想說的 證據二十個 我會跟他說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就是策略啊 所以韓國也是一樣 他覺得 今天我都會講說 學我們是道 所有人 都會怎樣 都會反對 但是你看 他在做這種策略 我已經已經講解禍 你一定不會反對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 那要解禍啊 宗子不是說嗎 發生心地有我私嗎 我都也在解禍 也不要求解禍 所以我解禍跟道合在一起 你絕對不會有問題 我就像是能讀啊 讀啊 你絕對沒有問題 最後呢 他 他先用童子學習 當了一個法 對不對 在旁邊去學習 然後再來呢 禮拜 然後他也不告訴你說 是 好古文 不距於時起絕靈 你看一下 他就說 欸你日子煩啊 好古文 中間插起來了 六一千段階 聚約同喜 然後才 請絕靈 所以你就會不知不覺的 就被他 偷聽患的 就把他調包 大午就被調包了 其實你有沒有感覺到 你完全沒有感覺 那當然你會說 欸大午怎麼可以去這裡啊 可是我們就說啊 還有我寫著我教務 你這個是我的彎點啊 你管我對了是不是對 但是我就給他調包 以後你其實 在你從前 不知錯的時候 你從來沒想過這個 對不對 你就覺得道就是道啊 現在你就發覺你不對耶 前面人家說 解惑之道那個道 跟後面的這個 請絕魚的這個 傳道道 好像內容不一樣 所以你們真的不會發覺 為什麼 朱熹喔 他就說 我真的討厭韓一個 你知道嗎 他說他這個人啊 哼 就是只要人家 他只要說他自己的領域 對不對 啊 會寫我們 你知道 但是對於 那個朱熹你能知道 他是送在你去的 就是韓玉琳是復興徒學人 但是他覺得他奉獻不大 對不對 你就看到人家 最道 最儒道的財心 真的 真的 他是一個開路旋風 你很難消 其實在開路旋風 就能夠做什麼 精緻的東西 很難 因為他就是 貼金在行嗎 幫你開去一條路 這條路有多少的風景 那就要帶後面的人 慢慢地去做 那朱熹他們 事實上就是在韓玉這個 開這個讀學 這條路上 然後他慢慢地去 所以朱熹就是 那個韓玉 我們就寫文章 說得逢逢逢逢 其實呢 裡面的內容 其實不堪 解這個氣咎 意思就是這樣子 那事實上韓玉也是這樣子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 本來就是嘛 開路旋風你很難搶 喔他要拼金斬金 你要叫他心掌公益 他老實說 我是嚴重的 不可能 所以我們 給韓玉比較客觀的說 就是說 他就是一個 開路旋風 你不能要求他的理論 太完備 就是這樣 但是你就知道 他是一個很會寫的 我覺得你真的是 應該從這篇文章裡面 去配他 他要把一個 大家都非常怎樣 非常反對的議題嘛 對不對 齁 你說 寫古文是道 那我們寫的這一篇文章 都不知道 你想他這樣 我直接這樣說的話 哇 那倒不是 大概就這樣採的碼頭 碼頭 碼頭一樣 就尋起了功 是嗎 所以你看他就要用特例 我覺得這是學人 課才是學人需要學習的 我要提出一個比較 特例的觀點 如果去包裝 讓那個 那個 衝擊力 那個尖銳性 能夠放到這裡 這是我覺得 這個是說 嗯 老師可以特別注意的 我覺得我先 跟老師提醒一下 就是說 他先談 結束 沒有可能 談業 其實所有的談業 大家替我 可能會不會 因為 唐人的 道 唐人 就我們的道 是什麼 年相近 道相識 就是說 年相近 跟年相近 年紀 年紀 我們兩個人年紀都相同 我們那些做官的年紀有相同嗎 不會 所以 這個年紀很難受 這是做官的人 就是常識來說 都是做官的人 你看人來說 他們的年紀都一樣 不可能 所以這個年應該就不成 他們很重視什麼 同年進行 同年科舉 所以就是 我們都是同年的 是同年 那其實也應該 擴大來說 我們都是怎麼樣 同年就是通過科舉 所以 我們所有 這些世代 其實都是同年 都是通過科舉考試的 這樣的概念 是 好像說 我都是通過大學連考的 那麼這些人呢 就認為 我們都通過了科舉啊 那科舉在搞什麼 民經啊 民經的考 這考 被 刺書 這是被 無價經典 還有 被 注釋 六億經狀 那個經本就是被注釋 好啦 所以我只要通過考試 我什麼 基本上條件是一樣 我只要通過考試 我的什麼東西條件一樣 被 被 六億經狀 被六億經狀 表現實 都一樣 所以他們覺得 我們只要通過科舉考試 我就是 我們彼此 道相識 所以這個道 就是什麼 他們只能跟六億經狀 所以這邊就是 韓裏認為 第六億經狀 這個是小學而大 可是 其實唐代師 他們認為 道就是什麼 就是六億經狀啊 好 那這個問題就像國文 學生就認為 國文 幹嘛 那就是把那個 師叔背一背啊 把師叔的注釋背一背啊 那這不是就國文嗎 我把它都背好了 那 我師叔就喜歡啦 是不是 我們的學生不是也這樣子 可是韓裏不認為 他覺得還應該 這就是 老實要搶著你 好啦 師叔背啊 我也背啊 重視你叫我背我也背啊 那 還好 你覺得 對師叔說這一篇文章來講 我還要再說什麼 這聽起來真正韓語的問題 我還要再說什麼啊 就說 除了師叔說我背啊 就是也背啊 對師叔我還要再說什麼 很多設定的 我自己的全學會 就不太誇張 好 如果你覺得 提到了 要去做еров呢 很 suchen 好 你是說可能 至少要把師叔大自己在幹嘛 搞清楚 教成道怎麼 我們這樣的脈絡怎麼要搞清楚 不是只是被注釋 所以我還以為他認為儒家的經典 不是只是被那個經文還有注釋 其實是應該是把儒家的職德 道者的脈絡要把他搞清楚 要把道者的脈絡要搞清楚 我搞清楚了 然後你必須要透過古文 去把它舒服出來 所以古文的重要在哪裡 並不是說古文很重要 是說古文是一個怎樣的 是你要詮釋儒家道童的工具 所以學古文沒有那麼重要 是學把儒家的道童從你們那邊 只會被詩說的文章跟主事 要把它提升出來 提升幹嘛 要去把詩說裡面的脈絡 一個理路脈絡要把它考進去 所以儒學要先把它理路脈絡 然後把詩說裡面的脈絡 這不夠 你看有沒有 應該把它實踐出來 實踐出來的意思是什麼 還對整個社會風氣 因為它是人意嘛 對不對 所以要讓這個社會風氣 能夠朝著這個人意的方向去走嗎 對社會有一點積極 你叫做什麼 打正風氣的那種 那我曉得 他覺得這才是重點啊 所以他以道 借國文為工具 這個工具要成長的是什麼 是一種對儒家道統的一種 認知以及實踐 這才是他所認為的 學道就是標籤 這樣老師就比較能夠接受了吧 對不對 那韓玉的這一個想法 其實整個宋大 是不是都在實踐這個問題 很像去整理這些經典 但是我不是只是被注視 我是能夠提出我自己的看法囉 所以朱熹他們都是在做的一個工作 但我們會出現 其實 韓玉只是做了一個白的經典 他明白為什麼這根實在都跟不上 也都說都跟不上他 那他自己的能力有限嘛 是整個宋代的男生是整個的 所以我們說張宰最後 他就說了 為天地立心 為生以立命 為往生以解決 入外實踩的概念 其實這就是韓玉的道理 他其實希望我也能夠說到這麼漂亮 可是他自己說不到 就這麼簡單 可是我們後世的人 我們可以真的是有一個 同情的理解 為什麼 這邊不在的現實啊 所以韓玉他想說 可是說不清楚 用讓當代來說 所以呢 我們說韓玉的道理 其實是這樣 聚焦的是這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也不能夠 就我不知道你課本來説是什麼 常常的道理有説師吧 那你説是什麼 文家的義理思想 文家的義理思想 那其實也還不錯 就是義理思想 其實就是在義理思想 我覺得張宰這個話 其實就是最經典的解釋 所以老師 其實在舉這課本的時候 就注意 韓玉跟唐人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你現在應該知道 應該可以回答 我問你 韓玉跟唐人最大的不同 唐人認為 道是什麼 牛道是什麼 哎呀就是把 六億金正獨足啊 韓玉認為 這怎麼夠 然後你還要把 六億獨通 你的獨通對不對 然後還要把它實踐出來 還有有點對社會要有一點責任感 不然只是去做官啦 就是這樣 那你這樣說 你以後覺得 像我好像很聰明 是不是 所以這個就是說 你乍看 哎唷 古文就是道童 這也太自我 自我感覺良好 就是這樣 可是如果你看到他背後的火星 以及他對宋代神產之類的意味 那你又會覺得 你還是應該要配給他 對不對 好 所以 老師這樣 我會對這支文章 在脈絡上面 會有一個比較理解的 先講幾個 再講 野 這場人的野 可是韓玉所認為的 道跟這個野是不同 好 然後最後 到第七段 才告訴你 真正的道 其實是不同 但是我們也會說 韓語也沒有碰他 說得很清楚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要靠我們 後人 去把它說清楚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機會看到 剛才的東西 和韓語沒有提 對不對 好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如果 沒有解決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稍微做一個理氣 好 那我們再來說 這篇文章 明顯的就是 1 10 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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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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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2 3 3 2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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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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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2 3 3 2 4 2 1 2 3 2 2 3 2 4 3 其實應該有三種 那這個三種呢 其實就是我們一般的 節握的道 第二個是唐世賴的道 唐世賴的道 那就是右眼睛 然後韓語自己的道 其實就是古文 可是古文是一個很怎麼樣 太簡單的說法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 古文所傳授的道口 這樣可以說 所以我們 基本就是我們先跟大家討論一下的 他的主作策略 是先拿出主題去 拿出主題去以後 從後面一直往前 也必須的去引清解惑 也 道 那他其實使用了 模糊策略 道先告訴你的解惑是道 所以你就會覺得對話沒有錯 接著 也 那就是唐人的道 跟我的道 不一樣 最後才告訴你 那我的道是怎麼道 但是呢 他又故意說得很怎樣 很韓國才藝 那他 因為我說這就是寫文 你知道嗎 或者是說 你現在看到很多的 訊息對不對 任何一個發訊息的人 都有他背後的 動機 目的 你讀訊息的人 你就要去看清 他們的動機 你看他是用章魚 章魚噴 末之的那種方法 末之的都說炸了 你就會被我搞得 默默 可是現在這種策略解決 就是炸了 太多了 是不是 所以我們可以把他當成 是我們反腦在 用清楚一點的 一個 學習的開始 這樣子 是說有沒有稍微清楚 所以我這次請大家思考 你不用問答案 來看 為什麼 韓藝中的古文是道 最後一天的就是業 第二個 韓藝的學道業 其實是以道為主 對不對 跟 孔子的三人習必由我師 所學習的 對象很少不同 他把孔子拉出來 孔子當然是造成的 一個傳承者 對不對 可是其實孔子 自己在三人習必由我師裡面 所學的也不是 那個大同好 他學的其實就是 就是什麼 就是解惑之道而已 可是這樣 好 然後我請大家思考 你竟然在台式 素養教學 你們覺得素養教學 到底是海域這種學習 還是孔子的學習 素養教學 那可以請大 誰叫大家可以大 他一起來自己好想 那一種學習才叫做 素養的學習 想要幹嘛 素養學習到底要叫我幹嘛 還有學習特質是什麼 讀文本 把它 脈絡化 對不對 清除的道理就是脈絡化 然後 實踐 那這個實踐 大家有 具體性做 還有透過 文字的傳播 匆匆表達 去實踐 這是 含義的學習 對不對 好 那孔子的學習呢 其實孔子 因為孔子學習很多 孔子的會就這一段來說 那孔子的學習其實就是說 我不懂 對不對 那我就要向 各行各 各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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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他學習 那這邊比較最重要是 你怎麼知道 孔子怎麼知道 我 晤 我 對啊 所以這就是 學生要能夠 真正不疑的 學習困難啊 你要知道我哪裡不懂 像我老師說 來 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大概一定都怎樣 趕快把同學下來 為什麼又怕 等下臉到我就慘 我會覺得我沒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你要提出問題 你一定不敢亂 你一定覺得 我這個問題會被大家覺得說 你怎麼那麼蠢啊 你一定會比較擔心嘛對不對 所以 你認為你要結出一個好問題 其實 那可不容易吧 所以孔子是怎樣 他能夠偵測自己的困難嘛 然後發覺自己的困難 然後呢 就發覺問題 然後呢 去尋找資源嘛對不對 來解決我的困難 這是兩種類型的原因 這是兩種類型的原因 連約是人啦 比較像人的 嗯 孔子呢學習 因為他問題 然後自己找管道 然後能夠有效的去解決它 對 然後還有 它是自動好 自動好 對 自動好 自動好問題 可是我們就會說啦 他發覺自己的問題不是農民的是啦 所以 韓語的這個脈絡化 其實也是需要的 所以我們現在數以來應該是 把孔子的跟韓語的交在一起吧 好 所以這是 那你可以讓大家去想一想 反正就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 就是這一堂課 一本上次都聚焦在 幾個問題的討論 第一個 就是主題劇已經出來了 可是主題劇 劇集的內容 韓語並沒有那麼呆膽的 就來告訴你 什麼叫傳道 什麼叫授業 什麼叫解惑 他並沒有很呆膽的 就去制作一個的主向定義 然後再說明他的觀點 他完全沒有 這是 他完全是用寫作的模仿 然後呢去談這個問題 那他的模仿 他的策略是什麼 先講解惑 就是 你不能夠反對他 接著 慢慢的 有策略的帶進來 這個月兵 唐恩的道 唐恩的道 其實是 只是月而已 不是真正的道 到最後呢 啊 主題要今天曉得對不對 這太爆炸性了 所以又快要再把他 讓他帶著面具的出來 這樣才會讓你們覺得不好 是太輕鬆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說 他主題具出來 解決主題具 甚至他是用寫作之槍 去包容他 這是律師的 沒有一個就是什麼 一個道子 其實並不是你想像的 只有一個意思 一定他有很多意思 所以我覺得 我們現在 那些有心的人 如果我是有心的人 那我就是完全沒辦法 這種寫作技巧 然後用這種文字遊戲 來 顛倒世衛 混淆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們其實是需要學生 要注意這個問題 同樣一個道 不是有不同的說法 是 所以說 你說像這樣子 是不是也很生活話 這篇文章是 也可以很生活話 這樣也可以 就不一定要去承那個 好 造一個大頭的問題 而去解決你實際生活的 這種 語言模糊的問題 這樣是不是可以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是可以 對不對 那我們 就說現在 因為我們都在這邊 都搞一個軟弱 那我們再來多次 下次就是 下一堂課 請請大家做 我們現在 我現在舉一個段落的例子 那後面的段落老師給例子 我們 剛才不是有講過 段 也 那段有很多的策略 對不對 那也還有很多的操作技巧 那如果 就是說 我們其實是可以 用分齊的方式來做 不要把所有的策略 一切都很好地 通通都給我下去 所以我今天只取了這幾個 第一個 段句 這很簡單吧 第二個 我們要填審液 可是我說它是英文喔 所以你要叫他填主詞 你要叫他填什麼 填英果 那英果當然一定會說是英果 可是其實呢 雖然但是也是英果 但是一個轉折 算是轉折 對不對 可是它其實也 你還是英果關係嘛 所以就是 你要讓他點的 雖然但是 或者是英文所謂 你不要叫他就填主 主義 再來呢 一個段落讀完了 或者讓他練習用具型來代曉總結 再來 就是讓他可不可以同整成一個 主題重點的表格 就是這個你可以 你可以叫他代曉總結 你也可以叫他做個同整的表格 這兩個字 你可以就是指責一就好 不用全部都做的 然後呢 你有些 快樂 你可以請他 去做一種論證的關係 做得如何去做論證 就是說 你可以去做這個 所以我們說 後面的這個 再要重點 或者是要做主題重點 或者是要做論證關係 其實這三個 必須要選一個來做 就可以 但是我在提供辦理的時候 然後我可能會兩三個都做 但是你其實 你自己要做的時候 你其實不需要 所以你第一個段證 第二個讓他去 找神略 對不對 找完神略以後 你可以做 再要重點 或者是 區別主題重點 或者你把他想 就是統整主題重點 然後再來是 解釋他的論證關係 你這三個 你只要選擇 一個來做就可以 好 好 我們第一個 第一句 這個這個 這個第一段 太簡單了 所以我們就把它跳過 我們從第一段後 真的開始 這我們就先斷句嘛 對不對 打瓜好 就是 讓我們去把神略 填出來 就是 人為生而知者 所能破 因為 還是所以 你們別人 我現在就畫到那個 就要填 因為還是誰 所以 人家有禍 人家有禍 我們必須要 從師姐禍吧 你知道嗎 這一句話當然 它 他是用一個訪問訊 然後他說的也很複雜 其實你只要簡單的說就是什麼 因為人群有貨 所以從事解貨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感覺 所以你要讓其實列寫的翻譯 翻譯就是說 人不是真就知道了 誰能沒有貨 或不像老師協定 他的貨就是都不能夠解 這是翻譯 可是我覺得這個時代 翻譯很重要 你知道老師 你怎樣把它轉化成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因果的關係 因為這是對說文文 意思是吧 因為人間有貨啊 所以我們應該要同心點 就是讓學生的漫漫要熟悉 是這樣子的一個理解文文的模式 不要 因為他翻譯我翻譯他 你問他 因為什麼 所以怎麼太短進去 這樣也是可以理解嗎 再來 下面沒有 C 您看 不思掉不用知情 連日信用生意 事故 無貴無見無找 無少到處於知情 這句話 瓜話在看什麼 事故嘛 當然是所有 因爲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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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爲純道有先有 對不對 因爲純道的年紀 頭長有六啦 對不對 所以要怎樣 所以我就不需要去 去再跟那個貴賤掃教 好 好 那這邊一樣 就是 就是把那個第二段跟第三段 我們就是用因爲索 我覺得剛開始的時候 老師可能會覺得這個太簡單了吧 讓學生去考一下 說不定他沒有你想像的 那麼容易 就是讓他們把這個 順受的因果關係 最簡單的要給他考慮 好 那我們就可以用因爲索 所以把這兩段 因爲索罰柱在裡面 好 因爲怎樣 所以古協者從事解惑 因爲什麼 因爲人皆有禍 所以我們 所以古協者要從事解惑 好 那因爲怎樣 所以 從事解惑 不分貴賤掌用 因爲聞到 有先後嗎 先是 這個 你可以其實 這一段 這兩段講完 你就是讓學生做這個 那這個呢 你不一定要讓他寫 你可以讓他說 就好 就是有時候 我們也被 用 常常是說 那我比較熟悉 就豐富要說 那也是 前面的那些因爲索 都讓他說 最後 這個才讓他寫 而且寫呢 你也不一定要 讓他寫整句 你可以把 來 挖號填空 讓他填 那因爲將來 飛雪 就是這種種方式 來做 好 所以我們 第一個是 斬句 第二個就是 填審略 第三個就是 代曰重點 對不對 代曰重點 你可以換成另外一個方式 那就是怎樣 好了 請你用主題重點跟證據 來整理這 第二段 第三段 內容 就直接去請他等你 就好 那我們就說 你看 主題是什麼 那就 這個學習 重點是什麼 兩個 火血熱學習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什麼 從事解禍 一個是 失誤會見長照 那一個 若元開放這個是 這是額外的 你可以 其實比較 那兩個重點 能夠打出來就好了 然後 請他舉證據 你說 補血熱都從事解惑 你的證據在哪裡 吳貴見長照 你的證據是什麼 或者說你的理由是什麼 這樣 那 這是 你在做 做統整的時候 你可以 這兩個的責任 聽說 那 因為這一段 比較 沒有那個 那個 我們就 其實 我們今天是用虛擬 那你如果是 用慧物證的話 那當然也可以 就是 結論就是 結論就是 那兩個 結論就是 從事解禍 然後 縮於會見 那 這是結論 那 我的理由是什麼 那你也可以把他改成 這種認真的方式 這就是 讓神院 讓我自己看 所以總之就是說 像我這樣 用一個 第二塊面第三段 那你可以讓學生做的 第一個的機分率 第二個是 填審率 好 第三個 就是讓你做 這個段落的整理 那這個段落的整理 不管是這個表格 或者是我們所謂 且變成那個災壓 因為所謂的 瓜號填充 這些 都是有可能 會變成將來 會選擇題的 那種考慮法子 所以老師就是 要讓學生去做一下 這個練習 這樣可以嗎 好 這個我提供了 這個真正 那等於是 下面 這個就是 請大家 你們可以 幾個小組 可以 可能是要討論一下 那可以 任挑 因為有很多段 第三段 反正就是 你可以任意挑 然後來做做看 那我希望 到最後 你會有一組 我能夠 大家來選擇 要看對方 讓大家 日修修一下 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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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